蔡英文為什麼可以做這麼多事 因為人民支持 國會過半 我才能夠做到過去做不到的事情 大家說對不對 大家近來都很興奮一件事 因為我們有一個潛水艦的原型艦下水 那隻又有什麼 還有什麼 我們還有一個東西叫用英號 用英號就是自己做的高級教練機 那是技能非常好的教練機 就是我們願意投資國防 強化國防 所以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看到 台灣人有決心要保護自己 所以他們也決定說 我們一起來守護台灣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守護台灣就是守護全球的民主 守護全球的供應鏈的安全 蔡英文執政這幾年 我們讓世界上架了台灣 我們台股的指數七年多來 翻倍成長 我們甚至超過了香港的橫升指數 我要告訴大家 我們只要一起打平 我們只要把自己的經濟做好 我們就可以一步一步擺脫了過去 依賴中國單一市場的困境 一步一步的走向世界 給大家說對不對 對 對不對 對 世界要上架台灣 戰野黨說要下架民進黨 他們說民進黨一黨獨大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民進黨的創黨 就是要衝破威權時代的一黨獨大 民進黨的歷史 從來沒有一人專政 一人專政也不是民進黨的DNA 民進黨是台灣人民拉拔成長的民主政黨 民主國家人民最大 大家說對不對 對 世界要上架台灣 戰野黨說要下架民進黨 他們要上架什麼 他們要上架的是重啟福報談判 他們要上架的是 開放對岸的勞工進入台灣 來衝擊我們的就業市場 他們要上架的就是要帶有 一國兩制英靈的九二公使 來侵蝕我們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大家更喜歡 全國有一半的現實 十四個現實是國民黨執政 如果讓他們贏了總統 有國會過半 他們的主張就會一一實現 我要問各位有沒有擔心 有 到那個時候 台灣會失去了平衡的力量 到時候不但沒有辦法繼續上架台灣 還會被架空台灣 我要問各位 我們希望我們的股市 從一萬七千點跌回八千點嗎 有 我們希望我們的長照預算 從八百多億回到五十億嗎 有 我們希望我們的長照巨檢 從現在的一萬多個 回到八年前才七百個嗎 有 我們不要走回頭路 台灣也絕對不能走回頭路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好 2024年 我們要繼續選對的人 走對的路 支持賴清德 蕭美琴 我們要繼續上架台灣 不要加工台灣 大家說好不好 好 這樣子 女朋友 每次穿一摸 死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